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创高了一段 然后威胜 威胜是上下八超胸的 我真的念他念超久 结果抱歉 好 人家安国跟威胜 这一路真的一路的创新高 那所以要赶紧来跟你好好聊聊 到底这些个股你是怎么选出来的 还有没有哪些个股 哪些IC设计 可以复制安国威胜的掌势 第一个当时候选联发科 我们知道其实他在第三季的 这个营收表现是不错的 那联发科是景气的一个先行指标 我这样看是这样的 所以他如果涨的话 很多中小型的IC设计类股就会涨 那其他的中小型的IC设计类股来讲 你要选择不是选线型 选的是他的题材 比如说他做什么的 如果他是做消费型电子的话 那也等等 为什么 因为你就选零发科就好了 如果你要选其他的中小型 你要选的是他的题材 比如说他是跟AI有关的 比如说他可能是跟ASIC有关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没问题 这些个股就有介绍的上场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是 安国的策略的合作 他跟新河的策略联盟 打入ASIC的产业 另外威盛本来就是有在做 他们本来就是做ASIC的部分 所以这两场个股 是我当时候选出来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想法是这样 那安国跟威盛 因为现在势头还很好 还有继续涨的空间吗 要报警报好吗 安国我认为短线差不多已经有点热了 他如果解禁之后 我认为他会有一点震荡的机会 那卫生的部分来讲 大概走到这边就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以他过去的路径来看 他的这个瓜里的幅度 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进行收敛 那同时也要去看这个 融资追价的状况 如果融资还是很多的话 那原则上可能就是要特别留意 那有时候我们看融资 融资不见得每个融资都是散户的 有些融资是大户自己的 大户也会用融资 什么时候会出现融资比较多是大户的 大跌的时候出现融资 那个融资就是大户的 又教大家一个技巧 那IC设计到底 因为安国卫生这些强棒都已经涨升上来 但他说这些资金如果释放出去 会到其他的IC设计股吗 还是说会到其他的族群去 我认为会到其他的族群 因为你要到其他的IC设计 没那么容易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不是说像以前我们是选族群 对对对 现在不一样 现在选题材 你一定是按照题材轮动去做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这个 大家很少讲到CPU 对不对 前阵子光鲜鼓涨翻天 那个时候大家都讲CPU 现在大家也不讲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讯新 讯新明年的这个800G要量产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在期待他的 光子晶片的这些所谓的CPU 这个样品 他能不能把它给弄出来 如果弄出来的话 先去送样嘛 送样的时候先涨一段 等到真的后续有营收 就像这个白顾问讲的 未来有营收 股价可能就先上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讯新其实大家过去 遗忘了很久 那你去看他的技术线型来讲 前面有一根 所谓长黑带量的这个压力 这一波上去的压力是比较重 但是他不会一次攻顶 我认为他会有分两次的机会 去做攻顶 为什么 因为前一波的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种个股呢 其实我昨天写的时候 还没有这一根红K 今天就先跳上来 所以我认为啦 这两个股你要去操作的安全性 理论上是越接近回撤到季线会越安全 以目前来讲 我认为线型还没整理完 但是他后续回撤会有机会 因为他的题材会在明年 对 我们不急 不急不急 不急看了这礼拜三礼拜四 卫生也不急啊 哈哈哈 对啊 那第二个是星云 星云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COWAS里面它是一个指标嘛 那过去的确它也涨过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明年第一季是他设备出货的这个旺季 通常半导体产业要涨都是涨第一季 有的是抢的话 从年初涨到年尾嘛 那像星云的话 涨到这个所谓第三季之后 第四季休息一下 第一季如果设备再出的话 刚好最近的线型打下来 回撤到长线支撑 这个地方我认为是有机会 可以来布局长线 因为其实这一条所谓的半年线 算是一个长线支撑 它看起来就很明显 就是在守这个支撑 所以他如果第一季 我们这样想如果第一季的营收 跟出货量会大幅度增加的话 理论上一月二月三月的营收 应该不会太差 所以这股价来到这个地方 它会有形成支撑买盘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会比较适合去做 布局长线的动作 所以这个位置点已经可以开始减了 但是要听清楚是长线 因为它是第一季营收开出 所以大家不要买了 想说会跟卫生一样 两三天后就碰了 不是 要提醒大家 好 那第三个是新唐的部分 我们知道MCU这一块 其实过去其实都不好 因为大家库存一堆 卖不出去 可是现在序话到尾声了 其实我认为到明年开始 MCU的这个市场就慢慢起来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几档 MCU的个股在涨 新唐的部分来讲 我认为在它过去的营收 其实电源管理IC 这一块它的营收 是蛮稳定的 那最重要的是 他这边有讲到 伺服器的基板 可不可能明年会再度的回来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伺服器的东西 就是一直卡在台积电 以后还是做不出来 下面整颗你知道 就好像那个漏洞一样 下面整个都没办法 大家都受影响 所以明年如果料出来 亮出来之后 这些个股都有机会 那当然MOSFET的部分 也有机会 开始走入这些所谓穿袋 我又听到一个重点 要等料 所以新唐也算是长线 中长线 买了要等待的 对 那你刚刚在开头有讲 现在是选题材 不是选现行 你选的这些题材 CPO 还有在COAS 以及MCU 所以三个族群 有相关的概念个股 我都可以同步去选一选吗 没有错 你可以同步去做布局 因为这些都是整理过后的 台股毕竟已经涨了1000多点了 这个地方你要找不同类型的个股去操作 因为IC设计 如果同一个类股 你没有涨就没有涨了 该涨没有涨 它就不会涨了 所以应该找其他的类股 它股性是如此 IC设计 所以要开始往其他的地方去钻研 只是说你今天带来的 这个什么CPO COAS 都是选最强的 给大家选最强的 因为明年光子晶片会蛮关键的 因为台积电之前有讲过 他们希望2025年这个晶片很明显出来会有个量 那所以在明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光子晶片的雏形要出来 那光子晶片如果出来的话 它的速度会比现在的电子晶片还要快 因为先前的CPO也话题封过一段 个股也蛮多的 是说这些个股还有包含COAS 台肩COAS的概念个股也一大堆 那不一样 那是电子晶片 光子晶片跟电子晶片是不一样 一个是走电一个是走光的 光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光子晶片会是它未来的一个先进制程里面 晶片的竞争的最主要的项目之一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在做 其实国外很多厂商都在做 很多其他的现在看不起眼的那些机缘大厂 他们也在做 因为他们做不赢台积电 台积电那个粮运做太强了 他们只能去做别的 你做光子晶片这一块 可是绕了十几年 像Intel做光子晶片也研究了很久了 大陆现在也在研究 所以这一块来讲 台湾之前有个叫纳维创 他们也在做光子晶片 所以这一块来讲会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台积电会做 我认为它明年如果东西出来的话 后年量产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会是一个台湾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题材蛮多的 概念个股全部都扒上来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的题材 接下来的重点 要看它是做光子晶片的 什么有些插边的都不算 只有唯一光子晶片才可以 给大家做参考 也提醒大家 好 选材这些个股 接下来开始要往其他的焦点 不要只守着IC设计 IC设计已经涨上来了 什么样的选材 刚齐远老师也都已经提供给大家了 好 休息一下 接续换顾问 好 帮我们做新的一个学故